以減低楼价波动 并且增加人均居住面积 改善生活质素 有来到船湾淡水湖的市民 对建议有保留 这个空间已经不是太多了 难得游泳海有地方 可能可以给你们下来吹吹风 环保团体环保触角 反对填平水塘建屋的建议 认为无视市民饮水供应 稳定和安全 无线电视机车马慧山报导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一地两检方案 租出内地口岸推 实施全国性法律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 有保安的考虑 劉政市市长袁国强也重申 方案有稳固的法律基础 不担心法律挑战 根据高铁香港段一地两检方案 西九龙总站有大约四分之一 个面租租给内地或为内地口岸区 劉政市市长袁国强说 根据基本法第七条 香港境内土地和自然资源 由国家拥有 由香港负责管理 因此香港有权将部分流免租给内地 香港里面的土地 是交给香港政府 给它处理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权 去租 例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业主租了一家屋给我 然后发现他自己不够用 他问我 你可不可以租回一家房给我 这个权力是可以有的 外界亦都有质疑 为什么要在内地口岸区 实施全国性法律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 如果内地执法人员 只是执行清关的职务 可能会造成保安漏洞 如果一个人 他是当是一个通缉犯 他要入香港 而在内地口岸区内地的官员 是要拘捕他的话 他可以挑战他的拘捕权 因为香港法律同事使用 下午有最少三名市民 日本法院就一地两检方案 申请司法复杂 有法律学者说 政府用基本法第20条 要求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 落实一地两检 透过法律成功挑战 政府的机会不大 任何合法性的争拗 始终离不开绝终 都要去处理到 第20条那个理解 究竟人大常委会有没有权 在第20条之下作出有关的授权 这个授权会不会违反基本法 当一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那个现实 就是因为追踪的解决权 在人大常委会那里 张大明说一旦有诉讼 可能会引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无线电视机制令为报道 政府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第一日通车 会有200多班的列车 行走广东省内短途线 而在实施内地法律的口外区范围 仍然有机会看到境外网站 由本港营运的9架高铁列车 主要行走短途线 来往西九龙站到福田 深圳北站 虎门和广州南站 政府说在通车第一日 就可以有228班尺 长途车就由内地营运 通车第一日有10班 直达内地10个城市 不用转车 经长沙去上海 最快大约7个小时45分钟 去北京大约8个小时45分钟 根据内地高铁网 现在每日有5班 由广州去北京的高铁 全部都有中途站 最快一班车程8个小时 中途停4个小时 其余4班车程都超过9个半钟 中途最多停13个站 二等座要大约860元人民币 一等座大约1380元人民币 若果将来实施一地两检 乘客在西九龙总站 办理完香港出境程序之后 入去内地口岸区 办理内地入境程序 沿途游等车 登车 以至在车厢行驶期间 即使没过边境都要按内地法律处理 被问到到时是否与内地一样 限制浏览部分境内网站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范说 可以尝试翻墙 你用回我们本地的SIM卡 其实去到内地都可以尝试Facebook 翻墙是合法的 譬如我去到内地开会 做事呢 我都要看回香港 我们的店铺内部的工作 其实我上回网 我都是用我们所谓的VPN 如果区内发生火警或者医疗意外 是由内地还是香港处理呢 政府说两地合作制定紧急同救援方案 包括考虑事发地点和伤者位置 无线电视机就在南北营里面 有时一会儿先 回来会报导 伊利三百医院分流病人到姓德勒杀 但全日只有八个病人转院 警方说电话骗案近日 近期回升 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半年来争议不断 甚至部分共和党人都不卖他仗 增加施政难度 待会国际人士保护港合 还有妈咪超开心啊 爸爸 但臭仔就搞到我头都大买 幸好有陪月员再陪月一站服务 他们的陪月员都是臭仔专家 教识我很多臭BB的技巧 又帮我安排好坐丸餐单 我和老公的压力少了 日清风亢 太子军 我是明朝嘛 你皇帝太子军 一种太子军安全 我收回明朝啊 月风穿梭四百年 超时风陡身 Syrian government will not retaliate 你 老公子 remember We support the strike We're not going to get a yes from my team The target is not an imminent threat Yes 许马 普世共产交情节 我想清楚 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不了解的产品 就不是投资了 流行性感冒是由非没传播 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 勤洗手 打黑刺和咳嗽时 要用纸巾掩住口鼻 有呼吸度感染病征 就要戴上口罩 病情持续挖恶化 就要看医生 为了保护你和家人 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 互互健康又开心 再快去旅行了 吃什么行李美啊 吃好了 衣服吃柴 尽量到这个玩具 开会文件 收拾齐齐啦 想你上网 不准做外游提示服务没有 是啊 登记外游提示服务是免费的 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和行程 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的外游警示 遇到紧急情况 政府还会联络我们 和帮我们 那单位究竟多大和多少钱呢 现在一手楼只会用实用面积 表达面积和赤价 开售七日前 会有资料尝尽的售楼说明书 欢迎收睇吃得安心 想知道为什么安全食材 看看以下几位人士怎么说 我做食材买手这行这么久 只会向可靠供应商落货 我日廚四十年 告诉你 记得要看食物标签 我做大厨这么久 从来都不会用变坏的食材 我当然不选即食 凍用这些对孕妇风险较高的食物 祝大家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妈咪好饿啊 快点啦 食物当然要煮熟才好吃 预防来与病毒仅仅的肠胃炎 我妈咪呢 洗手先啊 爹地啊 今天学校有人咬啊 咦 有病就不应该回家了 老师教我们清理与牛肚物 买得盘舌物要用1比49加用票法 想消毒尖尾波 清理完和去完厕所 一定要洗干净对手 吃得饭啦 洗手先 我每日都上场 清网5月1、2、3 它是专为老友记而设的网站 上去一看 就知道经济有东西 有什么保健 医院今天开始 协助接收公立医院的病人 全日只有8个病人转眼 伊利沙白医院早早安排 非紧急车辆 将病人送到九龙城 盛德勒萨医院 根据协议 萨医院提供48张病床 病人每日只需要给120元住院费 和公立医院一样 医管局会负责其他的费用 但第一日只有8个病人转院 医管局解释 病人要先由医生评估 病情已经熟稳定 并获病人同意下 才会安排转院 医管局说 但是私家医院联会指 其他私家医院就较难 腾出病床 其他医院 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所谓 commitment to政府 我们是想帮的 而我也要看有空间才可以 才可以帮到的 现在你流禁工工工期 也有些 我们的内科病床 疑科病床也是爆的 至于公立医院 整体内科病床佔用率达109% 无线电视机写潮交运 本港上半年的整体罪案数字 创了38年新低 不过电话骗案 近期就有回声的趋势 警方说今个月截至星期一 已经发生了130宗电话骗案 而单计上半年就有443宗 按年增加8% 損失1亿4千多万 其中假冒官员的骗案 佔电话骗案66 受害人有三成多 是来香港读书或者做事的内地人 警方希望怀疑受骗的人报警 有很多其实是因为害怕 是问人去借钱 有些甚至是将自己一个 很小很小的单位 是拿去银行按揭 给了钱都不够 还要去问朋友借钱 是去给这些骗徒 我们大家觉得 这些罪行是不应该再发生 本港上半年 总体罪案有28000多宗 案年下跌4.2% 佔最多的是 导舍案有12000多宗 而凶杀案和各类的结案等 案年都录得比较大的跌幅 不过强奸 非礼和诈骗案都有上升 其中诈骗案有3500多宗 案年增加5.7% 不少是涉及网上购物诈骗 来近8月和9月 很多大学都会举办营生营 警方说会趁着这段时间 去到10间大专院校那里 举办防骗讲座 提高学生和教职员的防骗意识 无线电视机者先知报道 电视广播投资1亿美元 和美国制作公司合作开发和制作电视剧 在美国和国际市场发行 电视广播宣布 和荷里活制作公司 Imagine Entertainment 成立合营公司 冒先投资1亿美元 各佔一半权益 将会制作一系列电视剧 在美国和国际市场发行 Imagine Entertainment 由百勒人基沙和朗侯活 在1986年创办 制作过不少得奖电影 包括莫斯卡最佳影片 有美终生美丽 太阳神13号 和达文西密码等等 同时亦都制作电视节目 无线电视主席陈国强说 合营公司为无线电视 据重大意义 可以将国际内容引入区域市场 提高占有率 母线电视记者梁炳仪博多 美国联储局 今个星期四凌晨 会公布议息结果 市场预期不会加息 我们看看美股最新表现 图形斯工业平均指数 在报价1724点 升了111点 欧洲股市方面 三大股市都是向上 至于港股 恒生指数 修市部26,941点 升了88点 恒指期货夜市 7月升了4点 成交有9千多张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半年来 争议不断 就算国会由他所属的共和党控制 他的重点施政也波折重重 分析认为 越来越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 可能加深他的施政难度 美国参议院当地星期二进行程序投票 表决是不是就 废除奥巴马依捕展开辩论 在两名共和党人倒戈之下 表决以50票对50票打成平手 最终要由新京参议院 議長的副总和彭斯 投下刮件一票 二案才可以过关 两名倒戈的共和党人分别是缅因州参议院科林斯 以及阿拉斯加州参议院木尔科斯基 向来立场相对温和的科林斯 一直都不大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政策 新伊布法案在上星期得不到足够支持之后 他就曾经批评特朗普 没有学习如何和国会合作 而一段科林斯和民主党参议院 李德的对话录音在星期二流出 两人忧虑特朗普2018年度的议讯案 可能无法通过 科林斯更加批评特朗普 对相关法案欠缺认识 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上任至今 先后有内国官员和家人卷入事件通往 而他本人近日仅多次炮轰司法部长蔡新斯 批评他曾经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接触为理由 拒绝监督俄罗斯被指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调查 是想自保 言论引起部分共和党人不满 曾经出任参议员的蔡新斯 不单止在共和党保守派阵营里面可有影响力 更是其中一名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参选总统的人 分析认为 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失去耐性 可能加深他的施政难度 甚至预计他假如真是撤换蔡新斯 叫新的司法部长推动终止通往调查 可能触发宪政危机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母亲电视记者 等我现在回到 北韩军方集会 纪念两韩战争结束64周年 北韩国营电视台片段看到 几千个北韩海陆空三军部队 在平壤的广场度集会 代表向阵亡仗士几点碑獻花 北韩高层致辞示说 当年的战争成功抵御美国的侵略 捍卫国家主权 再休息一会 回报道 英国在2040年开始 感受柴油车和汽油车 已减低空气汇烟 这期三星星由四个月到三岁都合着 陈家计刑师说一下 为什么这么神奇 要看世界级日期 不怪是 等我带你去中国香港 你那天蒋方舟也跟我说 他说我丑啊 他们就觉得 嘿你看他说他丑 你不是今天有些人 是看这种直白的东西太多了 是不是 就对稍微带点自嘲的 这个自黑的 很多人都能弄明白 但是我也发现 而且我发现 你这个观众里边还有一种 有时候你看这个他留言 你就会发现 他特别容易啊 就是说 对某个嘉宾啊 杀之而后快 就是说 这个人太差了 说你们家人还行 怎么还能请他呢 你怎么还请呢 我跟你说 他一来我就快信 你再也请他来 我怎么对着他 还行 真的是在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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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争一名 我都被称作这红卫兵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不是说你 也不是说你 我是说的这个人啊 他的这个观念 让我想到很多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还说了一句话 这个观众说 说你看 我说了多少回 要把这个嘉宾撤下去 你就是不给我撤下去 他说如果我当了台长 我绝对不让这个人上 强强台人行 这句话我想很多 我是这样想 我知道 这是观众的气话 我相信 如果他真当了台长 他不会这样 他会包容 但是这个问题 假如不是呢 那么意味着 就是人群当中这样的人 他如果真当了台长 那么 会出现一个什么气氛呢 那就是 哎 我不喜欢啊 不喜欢 这个人就不能上了 现在就下课啊 顺我 顺昌你王嘛 对吗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 我们的人群里 实际是有这个 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的 就是我 首先觉得啊 这肯定是你看过的 所有的留言里边 极少数的 极少数 极少数 第二个 有一个当了台长也很可怕 社会的进步 就成为那种人 如果让这种人 当上台长 这就是社会的退步 是吧 我们的进步就是 这个时候美国社会退步了 但是我想想想想 肯定是观众 他肯定是企划 我跟你说 屁股决定脑袋 所以说我完全相信 他这位观众 他要是真当了我们台长 他肯定海纳白纯 像我们刘老板一样 我 我 他真好去拍的 我 这就是刘老板 谢谢刘老板 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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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啊 超出王 旧 十也是 更重 oss 最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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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